他第二个问题 修行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明心见信 自主生死 想请问师尊 明心见信自主生死 是指完全开悟吗 如果没有完全开悟 能够明心见信自主生死吗 你怎么这样问我呢 我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 对不对 明心见信就是完全开悟 你明白你自己的心 看到佛心 没有完全开悟是不行的 没有完全开悟是不行的 你完全开悟了 你修行 你才能够自主生死 因为你气脉全部都通了 气脉明点全部都通了 这个时候啊 你想什么时候走 你只要把你的命气移动 命气是不动的 人身上的气啊 五行 上行气 下行气 偏行气 伙伴气 其中有一个命气是不动的 命气不动 就是活着 就是活着 命气一动 就是死 那我们行者 你保持着你的心中的光明 命气不动 你五个气都可以动的 四个气都可以动的 上行气 下行气 偏行气 火棒气 都可以动的 命气是不动的 当你自己想要离开人间的时候 把命气移动 往上走的时候 那么叫做自主生死 你要离开人间的时候啊 你把命气自己用气把它移动 到顶峭然后出去 这个就是自主生死 你如果不修气脉明点 是没有办法自主生死的 密教能够有自主生死的意识 就是说 你要走了 你人间的责任已了 法轮也转 在人间也没有什么留恋 你想到回到天上 或者回到四圣界 你命气把它移动 然后顺着中脉 从顶峭出去 这个叫做自主生死 这重点就是在这里 密教因为有修气脉明点 所以你自主生死 能够自主生死 我要活就活 不活就不活 如果没有完全开悟 当然你不了解 完全开悟 所谓的 这个七轮 这个顶轮 眉心轮 喉轮 心轮 海底轮 这叫七轮 叫七轮 那五轮呢 明心轮 喉轮 心轮 忌轮 密轮 就是五轮 这些轮 全部打开 你修气脉 明点 这些轮 全部都打开 打开呢 气 整个中脉 你都是通的 这个时候 你也完全清净 这个时候 叫明心见性 可以看到佛性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佛性 也了解什么叫做佛性 什么叫做明心 密轮 三宝 就叫气 脉 明点 那么 中脉 全部都通了 七轮 全部打开了 这个叫完全清净 完全清净 就是明心见性 自主生死 当然是 完全开悟了 如果没有开悟 当然不能够明心见性 也不能够自主生死的 这是回答 马来西亚 莲花致名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